化学兵带着消毒装备 大面积地进行地毯式消毒 因为莫斯科的疫情又升温了 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 新增了13000多例确诊 创下自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而其中首都莫斯科就通报了6700多例 面对确诊病例迅速地增加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宣布 下周为国定假日 民众从15号到19号 这5天都不需要工作 但还是可以领薪水 同时也下令莫斯科市内所有酒吧 餐厅等等都必须在晚间11点前关闭 直到6月20号 就是希望大家都尽量宅在家 不同于莫斯科 疫情反弹升温 欧洲一些国家近期防疫有成 像是德国宣布推出数位版的欧盟疫苗护照 为夏季的旅游旺季做准备 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说 将开始向完整接种疫苗的人 发放欧盟数位疫苗护照 下载到智慧型手机 民众就可以随时使用 根据德国防疫主管机关数据显示 目前德国有47%的人口 至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另外有将近24%的人口 完成所有疫苗的接种 史巴恩说 所有完成接种的人 可以联系替他们接种疫苗的医师 或是药房来取得疫苗护照 预计在月底前可以取得疫苗护照 目标是让护照能在芬兰赫尔辛基 荷兰阿姆斯特丹 还有西班牙马约卡岛使用 更认为数位疫苗护照 将会是复兴国际旅游重要的一步 环宇新闻土文君综合报道